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晚安 对 我们先让建安哥跟他妈妈打个招呼好不好 好 妈妈我在这里 建安哥本来住高雄 他把妈妈带来台北 所以我们要谢谢我们多了一个观众 对 我欠通告欠一个月 对 一直被追杀 多一个观众很好 好 来 中妈妈要仔细看 我们来看今天要看什么 好 首先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今天 台股是不是接下来开始出现新的方向了 你知道大户都已经开始慢慢进来布局了 布哪些个股呢 中林哥帮我们找出来 再来我们就看到了 大户到底先买谁 在费了二税之后 哇 这个正所税总算在今天费掉了 接下来大盘怎么看 我们就要问陈陈哥咯 再来就是我们的夜问团 今天不怕你问 我们欠了很多的个股 今天一次要帮你解决三位大师在这边 如果您现在还有持股的问题 赶快上我们的直播网页上头去留言 待会我们看到了之后 就一档一档帮你说清楚 到底你的持股该走还是该留 好 我们先赶快来看一下 今天大盘这样的一个走法 一路就开得很高 然后又开始往上垫高 中场稍微压回一点点 这中间你好像看不太出来 正所税在哪里通过 没有激情 怎么没有再往上蹦上去 一开始就反应完了吗 那么今天中场收在8419 今天涨124点 涨了1.5% 量的部分858亿元 这个量健不健康 待会我们请陈哥来分析 我们来看外资的动作 外资今天结束了卖超 他今天买了13亿 好像不是太多 但中间有玄机的 合计三大法人今天买21.2亿元 在期货的部分 外资今天加部了1267口的多单 这是为了明天结算我不晓得 那么现在卫平仓的多单 还有18000多口 今天这个盘是怎么看 我们有请陈哥好不好 陈哥我本来以为 今天的证所税过关 差不多应该在这里 就是10点多11点那时候 对不对 怎么没有再往上蹦上去 今天全市场都认为 这个投票通过以后就往下掉 是这样子吗 那他也没有 有稍微一点点 但是这个大家都很会想 我记得昨天 是昨天嘛 昨天连线的时候 这个志愈问我说 那到底会不会过 我说那个国民党的立委 如果要选票就一定会过 就是这样嘛 对 要选票 那个时候叠下来 那个时候不是昨天嘛 对 那过了吧 不管你几对几 反正像现在这一次 那个曾教授 讲说你要为历史留下见证 管你又不是 那个巴黎的孔公 对不对 是不用把这个事情讲得这样 真的 那我们来看今天这个量好不好 刚才能跟我们这个节目开始之前 我特别问他说 这个量今天这样子够不够 八百多亿的量 量不太够 不够 第一个量不太够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这样 它的结构改变了以后 未来你的选股操作 也会更加的宽广 我倒认为是这样 因为对一个这个业内的或是大户来讲 他最起码他的 他的没有证手 所以以后他的金流不需要被查 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IPO15%拿掉了 对 那交易的习性会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最近常常讲一些新股 那一种新股挂牌以后 那个效应会延伸 不是会放大 会提前 因为以前现在是有15% 大家都心不甘情愿 15%不要交 所以我就是这个IPO钱 就是上柜钱通通卖掉 要转上市上柜钱卖掉 然后在那里再去买回来 所以他都还有一段行情 那以后没有 我就交易手通过以后 我就从那一天一直拉拉到这里 然后刚好上柜的时候是最高点 是这样子 所以以后大家操作上面会有一点不一样 操作有点不一样 我赶快先提醒大家 所以其实你的机会更好 因为不用那15% 好 我们来看这个盘 很多人认为说 他有可能是倒行反转 那从量价结构来讲 其实不太够 这是事实 量不够 量不太够 那有没有成为倒行反转 其实你不用去猜嘛 就看一个价位就好了 就是8369 对 那8369被撞破 那就不可能倒行反转 我自己认为是不是很可能 不会倒行反转 不会倒行反转喔 不会 你的意思是不会这样就上去 我觉得是不会 那你画一下 接下来会怎样 应该在这个地方正在 我也希望他这样上去啊 所以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明天你就补量往上攻 好不好 好 这是第二个 那你画 那你觉得会怎样 你一定要叫我画 对 我很想要把纸上去 大家很欢迎 那我也希望他是这样上去 对 那你就说不可能 这样你画一个 我觉得可能的 但是马在有一个条件就是 他往上攻的时候把量补一点出来 对 不要补我多少 补我一千很可怜的 把这个 这个是很大的利多 对 你自己是头上打的 你自己 这个 那个大富 那是真的会回来呢 为什么会回来 因为中国大陆 打到一厨房 对不对 是啊 就像 昨天有台在谈那个姚刚 我心里一直笑 那我已经是20几年的好朋友 大家也一直谈他 我也只是很好笑 那我们看到这一个盘来讲 第一个 为什么我讲 在讲还要去注意的 因为今天外资是买200多亿 卖200多亿 总数才买了 才变成这样 只有13亿 外资只买了13亿 你今天涨100多点 大家以为是买了100多亿 对 结果没有 结果买13亿 诚哥你说 所以他今天其实成这样 所以今天要看一个重点 就是融资融资 我们等一下就看 对 你如果今天去融资金价四五十多亿 我们就分了 那就不太妙了 对吧 就是散户都冲进来 就是各种散户今天进去抢了嘛 好 那我们来看 接下来如果盘要健康往上 量能要回升 对 对不对 然后还有这个生计 休息 IC设计 电动车相关要接棒 有没有可能就是整个肋股在轮动 觉得 对 都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在做轮动 但是每一档股票 依照它的竞争 跟获利的状况也不太一样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些股票来看 等一下诚哥来帮我们看 到底接下来怎么选股 好 那这锁碎拿掉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些大头怎么讲 大头 因为都头很大 我们先来看这位 前财政部长刘亦如 我不要有任何的评论 但是我们要来看他讲什么 好 我要先告诉大家背景介绍 当初郑索税会跑出来就他 就他哦 对吧 还有他妈妈 我这样指责他 还有他妈妈对不对 他跟他妈妈 很久以前 他妈妈让人家有很多人跳楼 我这样一直指责他 好来 我们看 他今天说什么 他当初是他搞的嘛 然后他说 他赞成废除回归远点 好 然后我们来看财政部长张诚恶 他说尊重这样的决议 那曾明宗主委就说 有助于像我们刚程哥讲的 大乎会回容 真的真的这是事实 但是我觉得大家的心情都是 程哥那边那位 赖正义商总理事长 他说 那你不就白忙一场 浪费大家三年时间 那就一切从头开始 就从明天开始 就从明天开始 好 那我们就从今天先看 今天在整个证所废除的时候 证券股全部利多出尽了 你看当时 今天 这是今天的走势图 早盘的时候都还有高点 但是一道落锤 宣布 证所税拿掉 证券股这不是对他来讲 最好的一个利多吗 全部都翻黑 全部翻黑 收最低 翻黑收最低 这是怎么回事啊 程哥 如果我前两天 我去赌说 那个证所税过 证券股大利多 我去购 你看今天 我购购6% 对不对 对 前几天有拉起来 怎么办 所以 现在 每一个人都已经下呆了 好像 我们这个 好像是那个 ISS 到台湾来 恐怖攻击 台股 应该不是这样 那这个跌怎么办 我现在讲啦 杀在这里的人 你自己看着办吧 所以不要乱杀 对 不要乱杀啦 不要乱杀 没有那么差啦 我觉得是这样 那我们量一直不出来 那也是事实 但是拿掉了是事实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以前前面摆了很多石头 对 你就这样 连着这样走 对 现在石头都拉开了 你还把鞋子 脱起来 挂在这里 现在我们台湾的态度 就是这样 就是之前怕到 心情 放得开 然后眼光看多一点 选谷 对吧 我们来选谷 好我们来看 诚哥是这个新谷专家 这几档新谷 他每次都不喜欢 我讲新谷专家 可是明明就是啊 我们每一档新谷 都是诚哥来这边介绍的 你自己说对吧 新谷 其实 照理说以我的年纪 不应该介绍新谷 应该像我这种年纪 LKK的 对新谷都没有兴趣 所以你应该介绍台泥中刚 一般是都这样 不然就是什么经典 那种都去过去里中 那为什么呢 因为新谷的产业比较新 对 那比较难 因为产业比较新 你看像F材料 你跟他知道做什么 烟屁股 对烟屁股 对 我就讲说他是做烟屁股 对啊 一这样讲 人家他公司不愿意这样讲 但是事实上 绿嘴 绿嘴 对 那所以来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刚挂牌叫点序 点序是记忆体的控制IC 那今天的开盘的部分也是开价65块 那最后压回来到611 那今天挂牌是43块4 对对对 这档股票在IC设计里面 它本益比算低 但是就产业的 是比较持平了 因为它是在记忆体的控制IC 记忆体的控制IC 我们在国内有的很贵 有的很低 比如说有群联 也有勤态 勤态你知道吗 各位书那个勤态 勤态 群联也是做一样的 它9块 勤态也是做一样的 点序做一样的 对对对 基本上来讲是做一样的 好这个是今天 所以差别层次差都多 那所以这个部分 它本领比相当低 所以推荐吗 它应该是 我认为是区间 区间 我们没有什么好K线看 因为今天只有一根 一根 对对 今天是65 然后611 然后再收取 今天的K棒只有一根 那另外一个是利基 我倒觉得这档股票 是可以稍微 可以出国比赛才可以 对吧 利基比较多根K棒 三根 现在还是在没有展的一天板 为什么可以出国比赛 我们国内的IC设计 能出国比赛第一支 叫做联华科 对不对 它总是在手机晶片的前两大 对不对 前面只有高通而已 那这一档股票 但是它后面有一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展讯在后面顶着它 所以它压力比较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利基 这三根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利基界看一下 来三根 三根是要怎么看 这很难看 三根怎么看 前面也没得看 对 那它已经创了历史新高了 对 那我们来讲一下 为什么它是这样 那我要先讲 还是把底下都讲完再讲 来 我们把底下再讲 好 我们把它通通讲完 是 那F材料的部分 其实这一次它开盘开得非常高 让很多的法人全部跌掉了 跌翻了 因为它没有参考价码 但是它在这里做整理 我认为它只是平行在这里 因为它本益比不是非常的低 做绿嘴的 那宇治是我们网通股里面 我们连线有讲 对 网通股本益比最低的 因为它赚4.62前三季 是 起积是4.43 起积已经四百 不是 八十几块 八十几块 然后那个中壘是4.01 对 中壘是七十几块 对 那我记得 这是我们昨天连线的时候讲的 对 那个时候我记得应该是55块而已 哎呦 今天一定65块 就是从昨天 我跟志愉连线65到今天最高 是 55到65 那不用去追它 因为这里筹码会 因为过高一定会拉回 OK 不用追高 那我们来看一下左灯 左灯我们讲过了 左灯泥丝 左灯泥丝 因为你看很多广告 我说公司在做广告 在买那么多电视广告 那我是做康的杜利 所以他就从这 买电视广告也要钱 要钱 很多钱 很多钱 对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讲到 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利基 我们来看一下利基 这一档股票呢 第一个它是做社评IC 是 社评IC是在IC设计里面的层次 比较高一点的 是 也就是技术层次比较高 我们现在社评IC认真讲 只有三家 一家被卖掉了 叫做创杰 创杰 创杰 就是瑞易的主公司 对 那它58块挂牌 143块卖掉 一年不到 哇 对 卖个microchip 就是围巾 另外一档就是申科 申科的业绩 收手不是非常的好 一直都没有起来 那它的 那这一档的业绩比较好 它是 全世界前三大 社评IC排到前三大 已经做理牌了 那仅次于skywatch跟koro koro koro在原台就吹困跟i have md 合并起来了 那skywatch跟koro 是 是 社评IC是出给 那个apple 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前三季 两块 七毛九 然后 连增 两百多% 重点的是 它的客户有 TP-link 还有 包括鸿海 Samsung Samsung现在用的就是 Samsung现在手机用的 跟note用的 就是社评IC就是用的 是 那这个包含滑硕 所以等于飞评 它都吃了 对 那它用的制程 也是全世界最便宜的 什么 因为一般来讲 你看skywatch跟koro 它用的一定是PA的制程 就叫深化甲 对 然后它用的也是深化甲 它可以做深化甲的制程 又可以做一个叫细者的制程 所以它成本比较低的意思 它成本是PA的一半 所以有成本的优势 所以基本上有成本的优势 它是现在唯一 唯一我们看他们多股票 唯一挂牌前三天 法联买三天的 只有这一档 是 所以它有筹码 对筹码还 法联一直买 所以三大法联 唯一连买三天 那这三根k棒这样子 就是也是很难看 那很简单 不会很难看 你如果这一档 四根破了两边 这样这里就是支撑嘛 这个红k的中线 不是就是支撑吗 所以三根的时候这样看就好 对对对 这样看就好了 这样子 我很难看 对三根不会看 你其实前面它有成交 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就从这个支撑来看 那还要注意一下就是 法联名持续一直买 一直买 是 好 非常谢谢陈恒哥 帮我们介绍很多的新股票 那么其中呢 这个立即帮大家介绍 它的基本面 还有这三根k棒 哇 接下来如何切入给大家做参考 好 那么再来我们就回过头来来看这个台子旗明天要结算 我们要赶快请一下这个建安哥 来建安哥台子旗明天要结算了 那么这个结算日会有什么样的波动 特别是我们看到了这两天 外资又在这个期货的部位上 又是多单又进场了 对不对 那又进场了 现在它的这个 未平仓有一万八千多口 这看得出什么样的端倪吗 看不出来 一万八千多口还没有方向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它来吃国安基金的豆腐 你为什么吗 我根本就不花一兵一卒 我的多单就赚钱了 因为国安基金会撑 对嘛 因为这个 你还回想一下 它什么时候开始建仓了 它是从期间200点建仓了 10月份建完仓之后 11月份转仓 对 两万口一路转到一万五千口 现在是一万八千口 所以指数随便它拉位有没有 它都是赚钱的 所以其实这次的外资很聪明 真的现货你去看一下 今天只有买13.2亿 结果我们大盘竟然可以涨124点 对 也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就结算的话 它多就光花13亿 就多赚了这一万八千多口的一个多单 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 不要去看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是没有参考价值的 真的 但是我跟大家讲 一个参考价值的时候 就是要数字很多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我好像是不讲期货 对不对 其实我是双分析师 然后我也是双分析师 我也要讲课别 所以你现在先讲期货 好先讲期货好了 我还认真 好 那我这么说好了 我认为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台股 因为我们台股真的要选举 我们台湾真的要选举 所以我认为控盘手 他很聪明 他会一路控在 8750到8450中间 那也就是突破的时候 他就给你拉回来 跌破的时候 他给你拉上来 所以刚刚那个 那个晨晨哥 有没有不太敢画 我可以画 但就是在这边鬼混 就这样 一直到选举吗 我认为是这样 除非就是国际股市 就是因为这一次会掉下来 就是法国恐攻 所以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否则的话 我认为他会一直空在这个地方 很明显 他就一路空在这个地方 因为外资根本 他没有很明显的 他想要去买超或是卖超 18000多口 之前不是说什么超过15000 就是稍微有方向 没有没有 这是真的是吃国安鸡的东西 因为我已经看这个筹码很久了 好 那我们来回过头来看一下 台子结算后 为什么说多空在行表态 我的看法是这样 因为很多的数字是知道 明天如果假设你是做当冲的 8461很重要 8461 8461点 对 8461站上去的时候 我就有可能就是走这个模式 但是8461如果站不上去 他就会在这个底下鬼混 所以8461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标准 底下是指这一条线 直下 鬼混对 如果站上去的话 他就会回到这个区间 300点区间 那会不会跌破这里 我的看法是这样 因为刚刚那个陈诚哥有讲到 其实没有量我也知道 所以就以技术线型的角度来看 他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是打第二只脚再上来 对 大部分的人是这样 会这样吗 不知道 我不是控盘售 但是刚刚有一个标准数 如果假设明天补量上去是OK的 那你去看一下现在的刀琼指数的话 现在是盘货是OK的 涨的 现在电子期在美股的电子期都是涨的 那么欧洲股市都大涨 对 欧洲股市都大涨 所以大家已经忘记 恐攻这件事情 恐什么攻 所以很多人就 没 跟他拼了 你看法国航空母舰都出去了 轰炸他好多次 所以至于我考考你好不好 法国恐攻到底是利多还是利空 大家都在猜这个对 上个礼拜五发生的时候 大家就想到底是利多还是利空 很多人还整理出来911什么恐怖攻击 什么地下铁 我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很简单 你觉得是利多吗 不是 上涨就是利多 下跌就是利空 那事实上没有下跌 对不对 所以根本就不用太担心 一些消息面的 有这不是就跌了吗 它是拉起来 对不对 而且我们还来一个开你走高 对不对 好那我问你 那这样子就算来打第二只脚 我们假装他打第二只脚好了 会不会打到7200那么恐怖 不会 不会 那会不会打到8000那么恐怖 不会 我认为不会 8100那么恐怖 8100会摸得对 有可能 对 如果假设他真的是打第二只脚的话 8100会摸到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他就会回到这个区间 我认为是这个机会是最高的 好那这是以后吗 那我们讲明天呢 明天的话就是去买睡袋睡觉 就这么简单啦 真的 明天不会有太大的波动了啦 为什么 因为你去看一下选择权 我准备很多数字 你去看一下8400 8450 8500的未平常量 其实都很低 之前的一个压力支撑 都要超过五万口 现在三万口就顶到天了 所以你认为明天虽然是结算日 可是可能是一个年盘 是的 所以我不是其他一个标吗 结算后多空才会表态 所以我们来看礼拜四 意思是这样子 对 没错 没错 好 台子明天我认为应该会很淡定 OK 好 这个是明天的一个盘 是的 就杰安哥帮我们看 好那再来我们要留住杰安哥 继续帮我们回答一下 我们这个观众朋友最近的问题非常多 我觉得刚好也来到大家心理的转折 对 大家手中的股票会怕 就不知道怎么处理 来赶快帮大家这个 赶快解决一下 好 他问的是 F金可可不可以加码 来我们看一下金可 可不可以加码 水哦 这个是高端的 我觉得我们观众朋友都越来越厉害 通常问可不可以加 对 就代表他赚钱 对 我觉得很为他们高兴 来可不可以加 其实这么说 就以业绩上来讲的话 其实他OK的 但是没有很明显的亮点 他跟精华是做同样的 都是做眼镜眼镜的 对 但是你从月线级的角度来看 如果假设你有空回去看 月线级的角度 其实他没有很强 因为现在生机肋骨很强 像浩顶 什么 思想骨头一直起 对吧 但是这个你看 有很厉害吗 没有啊 他只是能够撑住而已 那撑住的话 你觉得 如果我来操作的话 我倒不会觉得 是建议你去加码 所以可以加码别的 对 你就基本单暴住就好了 我觉得这样就OK 赚钱的话就留住它 所以我给他一个评价是属于flat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怎么讲 留着它 但不需要加码 对 这样抱着它就好 好来我们看这个 王小杰同学 他问6274的台药 外资一直买 股价为什么上不去呢 你也太贪心了嘛 你是买在这边是不是 有啊 沿路都有上啊 你可能是买在高点吧 他想赚更多 对啦 我觉得有机会 我真的觉得有机会 有机会上去 对 因为它技术线型是OK的 然后呢 外资真的筹码真的有一直在买 这是实话 其实有的时候我观察 外资有的时候沿路买 它的股价不一定一直飙 它可能到了某一个 是 引爆点才喷出去 因为他们会有一个 corder 什么corder 就是corder嘛 就是我要买到几千张嘛 我几百张 那你就慢慢买啊 对不对 他们会有一个 那个内部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大 王小同学 不要着急 对 除非它开free 就直接市价 所以它可能有机会再上去 有 而且现在大盘看起来是有机会的 OK 所以这个也OK 是的 好那我们来看到 这个F风翔的后市如何 F风翔跟 他买113块 哦赚钱 赚钱 赚钱 好来113块 他已经一张赚了大概7千块 对 很棒 就是如果这个 希望你买100张 对 100张 对 那这样大赚 两栋了 我自己抵抵抵 来 那接下来后市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如果假设你 刚刚那个朋友 不是那个F金额要加码吗 对 我倒是觉得这个加码还会比较好一点点 这个还比较加码 对 从技术现行的角度 再从外资的一个筹码来看 其实它真的也是买了一个多月 是买蛮多的F风翔 这个是那个 也是在越南卖 自然卖自然的 对 这是汽机车的概念 机车 对 零件的概念股 其实还不错 因为 现在大家不是说讲红草吗 什么之类的 但是F开头就是国外的公司 是 F开头就是国外的公司 其实 台湾有没有福帽 有没有货帽 那都不是重点 人家可以 你也知道的优势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 它基本面的部分 还有技术面的部分 还可以不错 对 好来 我们来看这个大甲 好 2221 大甲 大甲 正南公司 对 妈祖 妈祖 妈祖娘娘 对 大甲 大甲的部分 有没有 我有去查它的基本面的数字 财报是OK的 但是技术面没有方向 大甲是做草帽的 不是 不是 他不是做草帽 做不锈钢 做不锈钢 汉贴那个 可能跟千副啊 国桶啊 上次要找上去不是说要换那个管吗 对 千管之类的 是是是 所以其实基本上它真的没有方向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在这个 就是把资金摆在这个地方 是没有效率的 OK 好 那我们再来看到 这个是朱同学要问 2409的友达 他有掌 他有友达啦 他说要不要继续报 不要啦 真的不要 真的 这种股票 这么说好了 你去查一下 2014年 外资连买一年 2015年 外资连卖一年 怎么会这样 一档股票怎么会连买一年 又连卖一年 那表示它基本面真的是有问题的 这真的是 这个资料都看得到的 所以2015年 为什么一路不这样 沿路给它卖下来 表示它的基本面 因为这么说好了 我常常说过 我是一个技术派的 我没有花很多的时间 去研究它的基本面 但是外资已经帮我们研究 它会卖一整年 表示它真的 它的产业是有问题的 所以你就看外资的动作 是啊 对不对 因为他们就是我们的研究员 是 好 所以这是 2049我不建议留它 不要再留了 好 非常谢谢建安哥 那么再来赶快请一下钟铃 也来帮我们回答几档 就是观众朋友的问题 来我们看到 这个是张同学 他说 3662的乐生 他91块买的 现在被套了 被套了一点点 3块多 怎么办 被套了一点点 他91块买 如果说后面的大盘 是有机会往上的话 如果有机会减号的话 我认为这个股票就 跟他说一句话 因为 第一个 从从研结构看 这股票我都看过 从研结构就是 也没有大物几重嘛 没人在议嘛 为什么没人在议 第一个 之前已经炒过了 第二个它是做游戏的 对不对 对 那游戏的 我不知道 投资朋友 你不在玩游戏 因为我是有接触过的 我为了研究我有去接触游戏 现在不管什么手游 你自己爱玩就算了 讲什么为了研究 现在不管手游桌游啊 都是美国暴雪的 不然就是那个腾讯的天下 对所以呢 你都没有玩到他家的就对了 我怎么玩都玩不到他家的 所以如果说都没有他家的话 那变成说他就是一个题材而已 那一个题材的话 其实这个之前题材都已经炒过 之前我记得好像搞到 所以他如果可以回到你的价位 这个91块就换股 对我记得 那如果一直回不去 也要不要换股 如果有更好的标底 就把它换过 而且你要留意这条 这条是季线 对不对 季线 一般来说啦 月线跌破就是没人在玩的 如果说季线跌破代表什么 代表他可能就要转弱了 所以他这个是连在这个季线上面 那是有点有点危险的 那如果说有机会上去截他的话 就建议 建议这位投资朋友 你就把它换股做操作 好换股 然后我们来看到 这是问力旺 力旺未来怎么看呢 我认为这张股票 你可以持续的留意他 为什么 我相信现在大家都在讲 什么红潮 红潮啊 什么大陆红潮 国家机理电路要什么 取代台湾什么之类的 但是 请问他可以取代吗 为什么联发科会跌这么惨 联发科赚的钱 比如红还多 但是为什么 他的股价是如红的一半 因为联发科 会被取代 那请问力旺是做戏制裁 对不对 请问他会被取代吗 所以认为他取代 力旺没有被取代的问题 所以他还有机会 所以如果说 我们看近一点好不好 因为现在流行的 不是IC设计 不是这个部分 那如果说哪天流行IC设计的话 他已经跌到际线了 对他跌到际线了 但是这个是 他长线来看是没什么问题的 他不像联发科 会被什么载訊到后面追 他没有 好这个是力旺 可以留 再来我们来看细码 细码可不可以续报呢 细码我认为 他跌破际线 对跌破际线 现在来看的线型是稍微差一点 但是他的题材不错 因为他今年 他今年三半年是有长的 长得蛮大一段的 他的题材就是穿戴装置 对 他打入那个Faybit 那个手环那个供应链 是 那Faybit其实他那个 卖的比Apple还好 那Apple还好的话 现在跌到这个位置 其实涨多拉回是很正常的 因为他前面长大 他拉回回到跌破际线 对没错 但是这个地方 以这三个礼拜来看 这三个礼拜 四百张以上的大户 是有在增加持股的 所以 慢慢在吃货 所以之前人家买上来 这边 赚那么多一定先调节 对 他调节到这边 已经停手 慢慢买回来 停手再慢慢买回来 所以以这张股票来看 我认为 其实如果说手中有的话 被套 因为已经被套了 被套 但是如果大户有在收的话 其实这张股票 你可以稍微再给他一点机会 等他 等他 来我们看这个加币期 他问可不可以进场 加币期可不可以进场 加币期 以财报来看 他算是OK的 因为他第三季 赚的是比上半年来多 但是这张股票 因为之前 曾经被某位分离师吵过 那吵过 然后也上法院了 然后也好像 就是有官司在 那这种其实之前被炒作 而且出过事情的公司 其实一般来说 我们都不建议玩 因为这个筹码代表什么 筹码非常乱 非常乱 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对 你又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好 反正应该是也还没买 来我们来看 他问的是国统 国统的后世怎么看 国统后世 我们先回到刚上一张好不好 好来 请问加币期可进场 如果说我的答案是不行的话 那如果说你要进场的话 你可以留意一下这一张 你用这个官朋友的问题回答他 对对对 回答他就是 可以进场的话 那那个蔡同学跟林同学 你们可以互加好友 聊一下是不是 如果说你要进场 你有钱 然后你要进场的话 我认为你可以留意一下国统 我们来看一下国统 好在哪 第一个 他今天有没有表态 他今天有来碰掌 他今天有碰掌 但没有锁住 没有锁住没有关系 因为我出门的时候 我有看一下那个 今天的阻力进出 阻力大买 而且买超的幅度是蛮大的 那买超幅度蛮大代表什么 我们刚刚是不是说 际线这边 其实他前面是有涨的 前面有涨回到际线 一般来说 如果说有要 还有要弄他的话 到际线这边就会停住 还有要弄他 就会停住了 那停住像这种 一红吃掉几根 几根K线 一二三四五 已经吃掉五根K 然后把这个缺轨补掉 代表什么 代表这是一个反转的讯号 这样反转的讯号的话 其实他有没有搭上 中国十三五的一些题材 有啊 其实有啊 而且他有一个 蛮特别的技术 因为他是做那个水支援 对不对 对 你可以想想看 十几吨的那个钢管 对 在水底下 你要把它接起来 请问谁会 我不知道 他会吧 对就是他会 所以这个东西在 大陆那边是很有竞争力的 因为你这么重的管子 在水里面 你如果没弄好的话 它会沉下去 沉下去你就拉不起来 浩克去弄一下 对啊 好 没有开玩笑 绿巨人浩克 绿巨人浩克 对所以其实 它是很有竞争力的 再加上它的基础线型 其实从各方面来看 我认为这张股票 其实如果真的要做进场的话 其实这支股票 可以特别留意它 好 非常谢谢钟灵 那么钟灵说 哇 这张股票可能接下来 有机会 给您做参考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一段回来 我们继续请钟灵 帮我们来看看 这个大户默默吃火 大户是不是早就知道 这个证锁税一定会拿掉 早就已经布局了 那哪些是大户 已经开始默默布局的股票呢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